大家好 我是迦洛萨人爱女修会的保守生Hidy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圣诞节为我的意义 和我所制作的麻草 每年的圣诞节是庆祝耶稣的生日 为什么我会庆祝祂的生日呢? 原因很简单 就是主耶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天父派遣祂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界 以祂的大爱去和我们每一位相遇 医治我们 教导我们如何去爱身边的弟兄姊妹 最后跟祂回到天父那里 当我生日的时候 我最想要些什么呢? 我最希望和我重视的人一起度过 所以我相信主耶稣都很希望圣诞节 我们每一位都会花时间和祂相处 今次是我第一次亲手做麻草 里面的材料全部都是环保物资 包括赤纸筒、布纸 和文件夹里面的颜色纸 当我制作每一个角色的时候 我发现它们都不完美 有时候会剪错了 有时候画的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不过静下来再想一想 天主不是正正地照叫了我们每一位吗? 祂从来都没有嫌弃过我们的软弱和贫穷 而是无条件地接纳我们 希望更加亲近我们 另外在制作的过程之中 让我更加深刻地反思到每一个角色 在耶稣出生的时候 当中的心情和态度 当中三位的演示 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去理解和演绎 最左边的是我们修会的会祖 圣马大力纳加洛杀 他一生智力服务贫穷的人 所以他带着他们去朝拜主耶稣 中间的是修会另一位圣人 圣柏基达 他在入修院之前 在一位黑奴 一直都很想找回家人 最后 上主让他认识到他生命真正的方向 所以他会带着迷失的人 去朝拜主耶稣 而最右边的是我 我跟着天空中明亮的星星 一直走到主耶稣的根前 渴望以献身的生活 将我的所有奉献给主 以爱还爱 那你呢 圣诞节为你又有什么意义呀